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你经常动手动脚的 我建议大家在睡前花个五到十分钟练习一下还阳卧 而且失眠的人练一下还阳卧 是非常有助于你的睡眠的 我们睡觉呢 躺在床上就是这个姿势 手怎么放 手双手叠加 或者是不叠加 就直接放到我们的腹部就可以 好 然后呢 把脚尽量的往两边 然后把脚尽量的向我们的会迎靠 两边腿呢 尽量向两边打开 尽量的往地上 然后把脚尽量的向我们的会迎靠 腿呢 向两边尽量打开 能贴着地面或者床是最好啊 好 放松 慢慢的去做 你这样做了以后你会感受到很快的 全身就会发热 全身就会发热 而且呢 你这样放着 你的腹部也会发热 一般情况下 有些人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睡着不用管 因为你睡着了以后你自然翻身 他就自然就调整过来了 有些人坐了个一两分钟 就感觉到腿的内侧 这些筋拉得特别的酸 特别的胀 做不了了 怎么办 我们直接把腿慢慢的往下伸 好 还受不了 再慢慢伸 如果实在受不了 就是酸得很 那我们就把它伸直 随着你的把这个筋给它拉开 慢慢的练习的时间进行增加 好 这就是还原我 这个呢 是手放在肚子上的 主要调理失眠 手脚怕冷 手脚冰凉 或者是腹部的一些问题 比如便秘啊 男性的或者女性的一些腹部问题等等 好 还原我呢 希望大家好好的认真练习 坚持做 那么效果一定是非常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 或者私信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